作词 李宗盛 分不清被欲作 你是否就站在我身后 感受我的感受 无论我如何做 如何冲破 这无尽的折磨 可是分岔路那么多 你是否也期待着我 用重逢 解开一切枷锁 想要和你寻找出口 逃出这迷宫 你说微风吹过那时 你在想我 点念着你的温柔 一旬就足够 想一生自首 已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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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眼角的泪水了吗 看到了 师姐享受什么 你可知晓 我很少哭的 所以呢 师兄 不管管 再其位 谋其正 不再其位 会下操什么心 到你了 百花门 如今没了花镜香 一切都不比从前 也不知是福还是祸 你也一把年纪了 岂不知儿孙自有儿孙福 难不成你能管他一辈子 谁让我天生就是操心的命呢 我听苍师兄说 你昨日遇袭了 你我昨日在此分别后 突然出现一个黑衣蒙面人 将我拢至山林 若不是我师父及时出现 恐怕 现在燕山派 骗没有掌门了 破烂夜行一 为何与前日我们下山时 所抓的毛贼有些相似啊 此毛贼长相如何 武功又是如何 大概 长这样 武功不知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此毛贼目的不明 若是他想杀我 有我大师兄在 他定然无法得手 但若是有其他目的 便需多加提防 只有千日做贼 那要千日防贼啊 我们必须得主动出击 擒获助难歹人 老夫一生不与人争斗 原本想修身养性就此终老 不成想 还有拼命的这一天 我有明洪道在手 你们皆是蝼夷 蝼夷尚且有蝼夷的信念 不像阁下 人增鬼闲 可悲可叹哪 那我便让你尝尝 做鬼的滋味 尝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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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大概是我师父